天上真的开始掉馅饼了 不仅是馅饼 鸡蛋 培根 汉堡 只要是你能想到的食物 上天全都会给你送来 自此孩子们用雨伞和橙汁 用冰淇淋打雪仗 餐厅再也不需要屋顶 肉排直接砸进盘子 如果你想撩妹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她爱吃的果冻 给她做一个果冻豪宅 这一切全是拜科学家阿福所赐 他制造了一个把水分转化成美食的机器 并且把它发射到了天上 因为这件事阿福成了小镇名人 他沾沾自喜 浑然不知一场能摧毁小镇的 意面龙卷风正在袭来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阿福自小就是一个爱发明的孩子 但尴尬的是 他发明出的东西总是捅出大篓子 他发明了个造邪剂 结果喷了就摘不下来 发明了个生发剂 结果老爸直接变成原始人 好不容易咋交出个新物种 一放出来闹得鸡飞狗跳 久而久之 阿福成了小镇人的笑柄 老爸也对他很无语 这天他又搞出一台美食机器 本来只是想试验一下 结果直接把机器整上天了 顺便还把小镇的庆祝活动 弄得一团糟 整到大家要找他麻烦时 忽然天上开始下起汉堡雨 阿福的机器成功了 人们全都兴奋了 因为小镇处于大海中央 他们之前只能天天吃沙丁鱼 他们瞬间改变对阿福的态度 镇长还邀请了全国知名媒体来报道 说要把小镇打造成美食旅游基地 自此之后 阿福根据镇名镇长的食物清单 天天往机器上上传菜单 一时间天上的食物品种多了起来 鸡腿 面包 甜甜圈 小镇成了名副其实的美食圣地 为了解决街上吃不完的食品 阿福还造了一个垃圾车 把吃不完的东西丢进美食垃圾场 为了哄孩子开心 他为他们制造糖果彩虹 制造冰淇淋大雪 人们也开始报复性地吃饭 很快变成了圆滚滚的一坨 阿福十分高兴 这是他第一次得到别人认可 与此同时 他还和前来播报的女记者好上了 为了撩妹 他为对方制作了一个果冻宫殿 女孩开心得不行 两人在果冻里疯狂弹跳 这个男孩制作了一个美食机器 从此他事业爱情双丰收 可尽管如此 他的老爸还是愁眉不窄 这天阿福带老爸去吃饭 看着牛排一块块从天而降 把盘子砸烂 老爸有点担忧 他觉得这对大家未必是好事 话音未落 一块巨型牛排掉了下来 老爸觉得大得太夸张了 当即提出质疑 认为应当把机器关一下 阿福有点生气 他觉得老爸从来没有认可过他的发明 只是一个劲地打击他 老爸有点伤心 父子俩不欢而散了 回去路上 虽然不想承认 阿福发现天上掉下的食物 确实大得超出正常范围了 他回去检查了一下 发现由于机器负荷过大 里面的分子发生了一变 他准备听爸爸的话把机器关了 可这时镇长出来捣乱 因为过几天就是小镇的美食旅游节了 他不允许阿福把机器关掉 他用各种利益诱惑阿福 在虚荣心面前 阿福妥协了 他继续输入食物清单 并受邀参加了旅游节当日的剪彩仪式 在群众的欢呼下 阿福飘飘然起来 可这时天空忽然颜色大变 远处一坨意面 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龙卷风 他卷起狂风 疯狂地破坏小镇 人们吓得四散奔逃 阿福慌了 他连忙向实验室冲去 路上龙卷风冲他狂丢大肉丸子 阿福一路被卷飞上天 在一阵惊心动魄的翻滚后 他终于酿枪回实验室 可就在他要关机器的那一刻 镇长丢出一个大萝卜 砸烂了控制台 这一下可好 已经没办法阻止了 阿福整个人颓废了 他躲进垃圾桶 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垃圾 老爸见他这么难过 便鼓励他不要放弃 在父亲的理解下 阿福重拾信心 他造出了一辆飞船 打算亲自上天 把机器关掉 小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美食危机 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美食风暴 他的垃圾场瞬间决堤 石虹排山倒海而来 镇民们纷纷拿面包当小船 逃到了海上 而这时 电视新闻上播报 随着风暴的加剧 这场食物灾害即将席卷全世界 话音未落 埃菲尔铁塔变成了培根面包的竹签 美国总统山给蛋糕们糊了一脸 外里长城变成了巨型玉米的赛道 英国人民正遭受热茶雨的攻击 另一边 阿福驾驶着飞船 在跟美食风暴搏斗 他带着一帮小伙伴 打算到风暴中心把机器关掉 可令他们吃惊的是 此时的食物们 已经进化成了有意识的东西 为了阻止阿福关掉机器 几个披萨战机 跟阿福展开激烈空战 一阵七弯八拐后 披萨们被甜甜圈拦住了 阿福找准时机 和两个小伙伴跳进风暴中心 一阵自由落体后 他们来到一个洞穴 这时 忽然一群火鸡军队包围了他们 同伴不以为然 结果直接被火鸡吞了下去 阿福和女票吓坏了 就在不知如何是好时 吞下同伴的火鸡忽然一阵抽搐 同伴的头从火鸡里冒了出来 因为掌控了火鸡 他现在变成了火鸡人 他跟其余火鸡对打起来 为阿福争取时间 阿福赶紧来到洞穴出口 让女票用绳子把自己放下去 可没放几米 女票就被花生食损割伤了 因为对花生严重过敏 他瞬间变成了大胖子 于是阿福只好割掉绳子 自己摔落到底部 他一路前行到机器处 这时食物们已经发现了导弹的阿福 他们疯狂想把阿福甩下去 千军一发之际 阿福突然想起 自己小时候发明的造邪剂 他拿出喷剂 直接对着机器口一喷 因为年轻太好 食物排放不出来了 阿福松手坠落 下一秒机器爆炸了 整个美食风暴也随着爆炸 灰飞烟灭 天空恢复了晴朗 世界得救了 另一边 小伙伴们架着飞船回到地面 大家都以为阿福牺牲了 正在默默难过时 忽然天空中飞来一团黑影 原来阿福以前杂交出来的小鸟们 把阿福救了回来 大家激动地跟他拥抱 感谢他拯救了世界 虽然这件事起源是阿福的锅 但群众们认为自己也有错 如果不是他们太怂恿阿福 事情也不至于变成这样 最后老爸来到阿福面前 不善言辞的他 一下不知道该说啥 这时 女票把阿福之前发明的思维转换器 挂到老爸身上 这下老爸的内心活动 就可以用语音的形式表达出来 他终于可以畅通地表达出 自己对儿子的爱 他告诉儿子 自己很为他自豪 父子俩和好如初 开心地拥抱在一起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天降美食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